执行法官来到了这位借钱不还的老农家 一进屋 呵 这看着也不像没钱样啊 这小超市开得不挺像样吗 穿过小超市 执行法官来到超市后屋 只见欠钱不还的肖某某就在屋里呢 这家整体咋的 还能跑 电话打的 有电话吗 电话打的 电话连一方的 说着 执行法官将肖某某带上了警车 那么肖某某到底欠了多少钱呢 又是怎么欠一下的呢 说起这个案子呀 年头也不短了 得从2011年说起 借款的用途据被执行人口述 该笔钱是他用于向其亲属 也就是他小舅子出借 因为当时贷户对贷款这方面不太了解 当时他就是借款人 他不是担保人 但是他这个属于借名贷款 他是别人贷的 他就感觉这个事好像我就是一个担保人 不是借款人 啥是借名贷款呢 就是指实际需求贷款人 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正常程序在金融部门获得贷款 从而采取他人名义 在金融部门获取的贷款 听银行工作人员的意思 这肖某某就是替别人借钱 肖某某就觉得这钱不该他还 他在金融借款合同当中 他实际是借款人 至于说这笔钱用于什么用途 或者说他向他小舅子出借 那是他个人对钱款处置的行为 与本案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 我说他在金融部门获取的贷款